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雪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下禮拜會復刻的地獄級關卡 炙熱血牢拿姆 那這個是蠻久以前的地獄級卡片 那這一次拿出來復刻我猜可能是因為 飛影出來一個魔族的新隊長然後他剛好又是火魔族 非常適合放在 飛影隊裡面但是這張卡 也不一定適合放在飛影隊裡面 我們這邊來看一下他的技能 那他的主動技的部分呢是 臨時吹 魂 火 然後一回合內呢 火屬性攻擊1.5倍喔 單看這個倍率 我們就是直接打槍了 然後場上的附加效果時呢 於7秒內可以任意 移動符石而不會發動消除 我覺得7秒真的太小氣了啦 要嘛至少也給個10秒 對不對 7秒到底是要排什麼東西 然後呢 他這個倍率除了增傷非常非常低以外呢 然後 這個附加效果的話呢 可以是這個敵人的這種負面的效果也是 也算是場上的附加效果 另外 在自己的話 比如說你開技能啊 有增傷啊 或者是開任何技能 左上角有這個 效果 效果出來的話 其實都算是附加效果 或者是你本身開個巫女啊 這種的 或者是場上 你開這個狀態在敵人身上的這種的 都算是附加效果 他都是可以排珠這樣子 這個應該是不難達成啦 不過呢 為了排珠卡 去放這張卡進去 而且只有7秒排珠 我認為是 不太 不太實用的 而且他的增傷倍率太低了 再加上最重要的是 他的CD高達這個8 我覺得在現在的關卡來說 非常的不好用 然後呢 像 飛影 如果說你 放在火隊裡面的話 其實他排珠 其實有很多卡可以取代 像這個 火妹 或者是小美 這種卡片 那如果說你要放在這個 飛影盾裡面的話 因為他剛好是火魔嘛 大家知道飛影適合放火魔族 但是呢 如果你要放在 飛影盾裡面的話 你不如就 多放一隻眼球 眼球就可以拿來結 所有的盾了 對不對 所以呢 我覺得這張卡 他是CP值非常低的 一張卡 非常不建議大家可以 去刷這張卡 然後大家可以拿個成 解個成就 拿個獎勵就好了 不過我猜他的獎勵應該也是非常爛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他一個訂閱 右下角可以幫他一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